哈囉大家好 關於這次武漢肺炎 因為它本身傳遞的速度非常快 遠勝於當年的SARS 所以已經是到達一個不容忽視的狀態囉 那武漢肺炎本身啊 還有一些口罩的戴法 一些洗手的方式 其實很多醫師都已經有講解過 講解得很清楚了 相反的 中醫藥對於整個肺炎的影響 這些網路上的知識卻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在這邊呢 就提醒大家幾個重點 我們主要要注意的是 事項有三項 第一項是說 我們不要去盲從網路上所謂的一些 明老中醫的抗肺炎藥方 第二個是不要去自行購買 我們所謂可以抗病毒的中藥 第三個則是說 預防永遠勝於治療 第一個要注意的事項是說 不要去盲從一些明老中醫的一些藥方 現在像LINE啊 LINE群組 Facebook都會去傳一些什麼 某某的明老中醫 某某大學的教授 所開立的一個抗肺炎名方 看肺炎特效方 那老實講 現在全世界對於武漢肺炎的治療 都是以知識性的療法為主 並沒有發現說一個非常有效 非常有專一性的一個特效的處方 而且一個處方它開立出來 它其實針對當下病的狀態 並不一定是適合你本身的體質 所以大家看到 大家傳的一些我們中藥配方呢 其實不要自己去嘗試 要先問過你家的中醫師會比較好一點 第二個是說 不要去購買一些所謂的抗病毒中藥 那在實驗室研究裡面 有些中藥像是本藍根 大青葉 金銀花 這些藥材的確是喔 可以起到一些抗病毒啊 殺菌的功效 可是如果你只是把它買回來呢 單定一個藥材買回來 自己熬煮 自己熬煮 自己喝的話 其實這個效果並不好 而且相對的說 這些藥材本身都是比較偏於苦寒 就是性味是比較寒性的 當你吃太多 甚至吃過頭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讓你本身更微虛弱 整個身體會冷掉 甚至導致說你本身的抵抗力下降 而提高感染的風險 所以一般不建議說 民眾自行購買這些藥材回去使用 第三個就是說 預防用於生餘治療 你在感染前的像一些戴口罩啊 洗手啊 然後避開說密閉的空間 密閉擁擠的這些人群 永遠剩於說後續的一些所謂的特效藥方 那除了說我們的預防本身 以外還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中醫古書就講說 正氣唇內斜不可甘 代表說我們本身正氣夠了 抵抗力夠了 這些病原體就比較難去侵害到我們的人體 那有一個古方叫做預瓶風扇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一個瓶風 可以把我們身體圍起來 然後去隔離這些 我們所謂的一些病原體 減少感染的風險 它的配方很簡單 就只要使用三位藥材 白煮 然後黃旗 跟仿風 你可以去中藥房 抓這三個藥材各三千 配合些許的紅棗跟生薑 然後加入一公升的水去熬煮 然後熬煮完以後 把它放兩張做是 我們所謂的保健茶飲去使用 就可以起到說 顧好我們正氣的效果了 有的時候過多一些治療 或是一些多餘的治療飯 會造成我們身體的負擔 那老實講武漢肺炎可不可怕 真的很可怕 但相信我們可以去度過 我們可以一起戰勝它的 台灣加油 參與